基督教药义每日灵修9月21日 第四卷15章14节-16节A 引用经文《使徒行传》22章16节 9章17-18节 记号和实体洗礼兼顾信心 我们已经了解了主设立洗礼的目的 我们就容易断定应当如何使用与领受洗礼 既因主设立洗礼为了唤起保养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就应当领受洗礼 如同是从主自己的手中所领受的 我们也应当确认是主借着这记号向我们说话 是主自己洁净我们和洁净我们的罪 不再纪念 是主教我们在他的死里有份 败坏撒旦在我们身上的王权 削弱我们情欲的权势 事实上是主亲自与我们联合 使我们因批带基督 就被神接纳为他自己的儿女 基督在我们灵魂里面成就这一切 是千真万确的 就如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外在被浇水洒净一样 这样的类比是认识圣礼的最准确法则 则我们透过物质记号看到属灵的事 活化在我们眼前 因主喜悦用这些物质记号表达属灵的事 这并非因为这些属灵恩典 包含在圣礼本身里面 好像要靠圣礼本身的能力来施恩给我们 乃是单单因为主是借此记号 证实他对我们的美意 及他喜悦丰盛地赏赐我们这一切 并且他也不是以空洞的外表形式吸引我们的眼睛 乃是引领我们进入洗礼记号所代表的实体 有效地成就属灵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以百夫掌戈尼流做例证 说明洗礼如何兼顾信心 他虽然以蒙赦罪并以领受圣灵的恩赐 但他却仍然需要受洗 他并非借着洗礼寻求更有效的赦罪 乃是更加确实运用其信心 事实上他是借洗礼作为凭据增加确信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 如果洗礼本身没有能力洗去人的罪 为何亚拿尼亚告诉保罗 借着洗礼洁净他的罪呢 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接受并领受 按照我们信心所知的主所向我们彰显的 不论是他头一次所见证的 或后来更完全且更确定的保证 他从前向我们见证的 亚拿尼亚的话只表明保罗为了确信 你已经得蒙赦罪 现在受洗 因主在洗礼中应许 罪得赦免 所以你要受洗而获得这确据 然而我们如此解释 并非想要将洗礼的实体 与洗礼的记号分开 而削弱洗礼的功能 因为神是借着外在媒体 在人心里做工 然而这洗礼 于其他圣礼中 我们所得的就是我们以信心领受的 我们若缺少信心 则这就证明我们是忘恩负义 并且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了 因我们没有相信 神在洗礼中赐下的应许 既然洗礼是我们信仰告白的表迹 我们应当借洗礼见证 我们的确信是专靠神的怜悯 我们得洁净是因罪得赦免 这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并且我们进入神的教会 为要与众信徒和谐生活在 同一的信与爱之中 这就是保罗所说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已经说过 判断圣礼的是否有效 不在于那施行之人的手 乃在于神自己的手 因为其果效无疑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以此结论说 施行圣礼之人的尊卑 并不加增或减除圣礼的价值 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件往来 只要信上有作者亲笔或封印 是足够清楚可辨认 至于是哪一类的送信者 则无关紧要 照样只要我们在胜礼上 能认出主的手和他的印记 这就足够了 不论施行的人如何 这理由充分地驳斥 多纳图派者的谬论 因他们以牧师的品格 衡量圣礼的功效和价值 今世的重洗派有同样的立场 他们否认我们以前所受的洗礼 是真实的 因为是由不敬钱和拜偶像的神父 在天主教的制度之下 给我们施洗的 他们因此竭力坚持要重洗 只要我们认清自己 不是奉任何人的名 乃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归入三一真神的名下 我们就有充分理由 反驳他们的愚昧 因为洗礼是出于神 而不是出于人 不论是谁施行的 不管那些给我们施洗的人 对神和敬钱 是多么无知和藐视 他们并非给我们施洗 归入他们的愚昧和亵渎 乃是归信基督耶稣 因他们所称呼的 并非自己的名 乃是神的名 他们没有给我们施洗 归入其他的名 既然这是神的洗礼 确实包括了罪得赦免 致死肉体 灵命复生 与基督合一的应许 同理 在旧约时代 犹太子民受了不结和被盗的 祭司所行的割礼 对于他们并无妨碍 这圣礼记号也没有因此失效 而必须重受割礼 只要他们明白割礼的意义 此记号是足够的媒介 借之回到其所指向的实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